好那么刚才我们也把这个图片文件读取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种文件 那么我们在刚才讲图片存储计算类型的时候也提到了 一个Uint8一个flow的3号对吧 那么这个Uint8呢 我们一般是用来用于什么呢 存储的那这种 也就是说你存进去的时候 因为Uint8什么五符号是不是都是一个整处啊 对吧就是一个正处啊 那我们存进去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位数去计算呢 它节省空间 那也就是说我们默认存取进去啊 你就按Uint8存储 然后解码出来一般也是默认 只有Uint8解码 那么如果计算的时候 那么有些API里面计算的要求就说 要求你提供的这个张量数据 必须是flow的类型 那你是不是要把类型转换去吧 是吧 你要用tf.cast把类型转换成一个flow的类型 那这个所以我们要明确了 一般我们Uint8都是用来存储 或者直接解码出来的时候默认的这个类型 那么一旦你要计算 或者你提供数据给别人 那你是不是把这个类型要转换成flow的flow的三二 让别人去计算吧 当然它如果你现在不用对吧 那你可以不转换 等用的时候你再转换也可以 好 那么这也是他们两种类型的 我们确定一下 它两种类型的都是拿来有各自的用途 一个提高精度对吧 一个节约内存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种文件格式对吧 叫傲进制文件格式 那么图片也算是一种傲进制文件格式吧 算不算 也算吧 但是啊 这个图片它读取的时候并不是内容 图片内容啊 一个比克一比克 而是按照这种对吧 一个像素里面的值 它去读取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傲进制呢 是一种纯的傲进制 就相当于是你写了bass 写了一个string类型进去吧 这种bass 那我们这个数据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用的是一个CFAR10 奥金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比赛 或者说它经常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案例 做它干嘛呢 就是做这些图像识别 我们再栓心一下 我们先看到这里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数据啊 就是我们的数据的什么形式呢 它有这样几种类型 对吧 比如说有什么飞机 就是这一类图片都是什么飞机类别吧 然后呢 这一类图片都是什么汽车 对吧 自动驾驶的这些汽车 或者就是汽车吧 bird 鸟 对吧 cat 猫 等等等等 那么这里面的这些类型 每一个类别 它都有具体的 对吧 图片 就每一个类别都会有图片 那也就是说 这10 这个CIFAR呢 它这个10代表就是我这个数据里面 一共有10个类别 那你听话 10个类别 那这10个类别呢 一共有6万张图片 一共6万张图片 那每张都是多少呢 3兆 3兆 不是特别的 对吧 3兆 3兆 但是应该也有好几千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了 那每类都有6000个图像 这是一介绍 5万个训练 1万个测试 当然我们现在还用不到训练测试 对吧 那这里面的图片呢 就是 你读取这里面的图片 读取很多图片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里面的类别呢 它有的是存在一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存储 我们要用的就是这种 二进制版本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二进制版本 来看到啊 这里二进制版本 也说存储一张图片的时候 它的这样一个格式是什么样的 好 那我们把这个呢 先拿过来 这个是它的一个 二进制版本的这个数据格式吧 好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一共是6万张 对吧 六千 六万张 每张图片都是多少 多少 三张 乘以三张大小了吧 这已经确定了 然后 是不是都是彩色图片 是吧 那它应该是一个三 对吧 那所以 每一张图片应该都有多少个特征 我们来算一下 三张 这三张点多 正好等于 1024啊 1024 然后这一三 等于30 下 等于1024 乘以三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一张图片 它有3000个像素 对吧 3000啊 1024个像素 每个像素点 是不是由RGB 三种颜色来表示的吧 三种颜色 但是三种颜色 都有自己的值 那也说 它一共3072个特征 也说这么小的 这张图片呢 它已经有3000多个特征了 那么 这些东西呢 有 别人呢 把它存在一个 二进的文件当中了 他没有说 把一个个图片去存储 对吧 二进的图片 原因有什么呢 比方说 你再去训练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说 你读取数据 这是特征 是不是目标值 要一一对一吗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目标值是第一个样本 对应的 大家的这个目标值 是不是哪个类别吧 调页本对哪里边 如果说我把文件 当中一张一张图片 存到这里 一共6万张图片 然后这边是存的 6万个 每一张图片的 对应的标签 是不是你要处理的 非常麻烦吧 就是你把标签处理出来 对吧 把图片处理出来 而且不能乱吧 你标签是不是要一一对一 你是什么类别 就是什么类别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麻烦 所以有一些数据呢 可是我可以把标签 和 奥进制这些数据呢 就是说我们的特征数据 和目标数据 可以存在一起 能理解吗 那看一下它怎么存的 奥进制版本呢 它包含了这几个文件 对吧 当然这几个文件呢 我们也给大家了 这几个文件 那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这个CFA 里面 在这里面 这个是原始的文件 然后呢 解码出来的这个文件呢 就是解压出来的文件 就是这样的 能理解吗 这就是你的文件 这里面文件呢 有什么训练测试级 那这些什么 那每个文件 注意了 每一个文件的每个格式 都是什么样的 都是固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格式 重点是关注这个格式啊 是什么 标签 3072个像素值 标签 3072个像素值 那也就是说 第一个字节 它存储的是 每张图片的类别 标签 能理解吗 这个图片 它是什么类别 01356789 数位的一个数字 它有一个比特 一bis 放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 一个字节啊 不是一个bis啊 一个字节 接下来 3072个字节 都是图像像素的值 那也说 一张图片 是不是就一函 没了 是不是一函没了 对吧 那也说 这是一张图片 这是二张图片 这三张图片 四张图片 是不是一张一张的 它一共存储了 六万张图片 一共存储了五个文件嘛 加上一个测试机文件 这就是它的数据机 那前例 1024呢 是红色的呢 下个 1024有什么绿色 再下一个 是不是蓝色啊 那也说 这个3072 是不是就是一共 1024 1024 1024 抬着过去吧 就抬着过去 也说 排着一排了 对吧 排着一行了 那 这个里面 那也说 一张图片 就是一行 对吧 那我们读取 这个二进制文件 是不是跟我们的图片啊 CSV 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 那我们上午说的 读取二进制文件 应该是怎么读的 按照指定一个样本的 by 读取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这个样本 存储了多少个字节吧 多少个字节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存了多少个字节 一个样本存了多少个字节 一个样本 是不是你有3072个特征 再加上一个目标值吧 目标值是不是3073 是不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行就属于你一个样本的吧 是不是一个样本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按照一个样本 一个样本读取 所以我们应该指定什么 在二进制读取的时候 我应该按照3073个字节 去读取一个样本 是不是这样 对吧 默认按照一个样本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先介绍一下这个AP 对吧 那么读取这个二进制文件的这个AP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阅读器 是不是一个二进制阅读器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record best 每次读取的字节数 那也说你应该是按照样本来读的 那每个样本多少个字节啊 3073个字节 那所以我们在构造阅读器的时候 指定它读取每个记录的时候 读取3073个字节吧 是不是 注意了啊 这一定是一个样本一个样本的 这个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分析吧 你读取一个样本 是不是批次就多少个样本吧 数据是不是不会乱啊 所以要注意了 这个读取出来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里面的read 读取我们的文件对列 那这读取出来 是不是默认也是一个样本吧 哎 这个样本是不是有3073自己 那这3073个字节里面包含了什么 是包含了特征值和目标值 先是一个字节的目标值吧 然后3073 二个特征值吧 是不是也就是说这是目标值 这些特征值 每个图片它属于哪个类别吧 哎 这就是我们分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好那我们就先分析到这 先下个休息一下 0 3 10 4 2 1